继续我们来介绍英式跟美式英语的读音跟用字的不同 好 这边的单字不多 我们也学过了 第一个是Annuncer ER是讲人 是主持人 如果是没有R Announce Announce就是宣布 宣告的意思 第二个Pronounce是发音 Pronounce是发音 但是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发音的名词这个不一样 它是用Pronunciation 好 这个 动词是N-O-U-N 但名词是N-U-N 这个要特别留意 这是发音的单字 再来我们看下面第三个是Minions Minions就是意义 下面有一些有关于Minions 容易混淆的 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 第一个Minions可以当财富 可以当财富 好 这里有一个片音是Live within one's means Within是在什么之内 生活它的发会是在自己的财富之内 好 在自己的财富之内 就是这个量入为初 量入为初 如果你的生活呢 Live beyond超出了 超越了 超越了 超越了你的收入 超越了你的财富 那个就是什么 入不服出 你生活已经超越了你所赚的钱了 这个叫入不服出 这个within就是在什么之内 财富之内就是量入为初 这是第一个当财富 第二个可以当工具 可以当手段 我们看这个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这就是交通工具 Means of communication 这就是沟通的工具 手机 电话 这些都是属于沟通的工具 那么交通工具 汽车等等 飞机等等 叫means of transportation 下面这个例子 这个means就是方法 手段 它意思就是说 I would help you 我会帮助你 这个would是表示意愿 我很愿意 好 来帮助你 by 用什么方式 by就借着 所有一切可能的方式 就是尽我一切可能的方式 来帮助你的意思 这个means就是指手段 另外还有一个mean 它没有s 一个mean当形容词用 这mean是什么意思啊 mean是很邪恶的 这个就是非常 这个怎样呢 心术不正的 我们常常会听到 不过这很少在用 你知道吗 因为之前联考 好像有考过 he is a mean boy he is a mean boy 或者a mean 什么 这个三人 好 mean boy好了 什么叫mean boy啊 he is a mean boy 他是mean很邪恶 心里专门满肚子坏水的男孩 这个mean当形容词用 好 甚至邪恶的 好 那个心中有不好的念头的 OK 那么下去 我们就可以看第二段的内容了 In England 在英国 The Queen English 英式的英语呢 he is a way 就是这样一个方式 什么叫英式英语 英式英语就是这种方式 好 那么 什么 Let 就来修饰前面的这个way 好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么 什么 Radio 收音机 and TV announcers 那么电视主持人 说话的 say will 就是讲话的 那个方式 那个样子 所以收音机的主持人 所讲的英文 就是所谓的 英式英语 电视主持人 所讲的英语 那都属于是英式英语 这是在英国 所以什么叫英式英语 你听英文的广播 你听 看看英文的电视 那个主持人讲的英语 就是英式英语 好 it 那这个 it是指 这个英式的英语 it's sold belangui it's sold 是belangui belangui是什么 to be the most correct way belangui是最正确的一个方式 最正确的一个方法 什么方式 什么方法 to pronounce word 把这个单字 把音发出来 最正确的方法 最正确的方式 所以呢 收音机的主持人 电视主持人 所讲的英文 被认为是最正确 发出英式英语的 这个单字的 那个音 那个音是最正确的 这是大家都这样认为 所以这个情况是 被认为是这样子 好 后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他说 when the doctor asked you to say 啊 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呢 这是表时间的 复词指句 那么医生 会要求你 to say 把嘴巴张开 好 说啊 啊 那个啊 那这个啊呢 you are using the sound 你讲的 你讲的那个啊 就是你使用这个声音 你就讲了这个音 什么音 后面关系指句 就补充说明 英国人用来讲这个单字 bass and dance bass是什么 洗澡 dance是什么 跳舞 这个就是英国人用这个音 来讲这两个单字 一个是洗澡 一个是跳舞 所以美国音我们是怎么讲 我们讲bass 英国音就是念啊 念bass bass take a bus 嘿 就差很远了 就听不大懂了 我们take a bus 还听得懂 take a bus 就以为是 这个搭公车了 take a bus 第二个呢 我们这个美国音是dance dance 英国音是dance let's go dance 我们去跳舞吧 go dance 有没有啊的音吗 啊啊 do a da dance 你说你听得懂英国音吗 老师是觉得很困难 好来 除非你在英国住了一阵子 要不然的话 真的很难适应的 好继续 我们看第二个小部分 words can have difference 在前面的音不同 那后面呢 单字也不同 所以words 单字 can have a different meaning 单字 也有不同的意义 也有不同的含义 好 下面举例 English children go to a sweet shop 英国的小孩 他会去 sweet shop 什么叫sweet sweet就糖果 英国的小孩 他们要去糖果店 他们会讲说 go to sweet shop 这就糖果店 但是美国的小孩 American children would visit a candy store visit是参观 拜访 到哪里去 candy store 这是糖果店 英国的糖果店 称为sweet shop 美国的糖果店 称为candy store 这单字也不同 那么在英国 他们会讲 这个对字 这些英国的小孩子 英国的小朋友 就是用对来代替 they watch the telly 他们看电视 叫watch the telly tally就是 television 电视的意思 但是美国小孩呢 美国人呢 Americans 美国人会 watch tv tv就是television 英国人讲 watch telly 美国人用watch tv 好 这第二个 单字的不同 再来又一个例子 the English go to freak 英国人 他会go to freak freak 什么意思 不知道 后面 你看 while 而表示对称的 表示对比的 这个while 要看内容 while 常常会用在 当什么时候 可是这个地方是 英式英语 跟美式英语 在对照 所以这个是while 而 然而的意思 然而 we 是美国人 因为这边 作者是美国人 所以我们美国人 却说 去go to movies go to movies 就是去看电影 英国人 讲看电影 他们是用 go to freak 美国人 讲看电影 就是go to movies ok 这个就是第二段的介绍 音不同 单字也不同 好 这是第二个 第二段的讲解 对 谢谢大家